前几集我们讲了,如果系统压力恒定或者所有的环境压力恒定,那么系统的含变就等于系统吸收的热量。 我在这里标个小P表示压力恒定,所以如果一个反应,比如说A加上B升成C,那么反应的含变就是这个状态的含减去那个状态的含。 现在我们假设反应含变小于0,我们看出来它是个放热反应,为什么呢? 这次我还是假设压力恒定,那么怎样判断反应是放热的,释放了能量呢? 因为含变,如果系统恒压,含变就等于系统吸收的热量,如果系统吸收的热量是负的,那么系统就一定放出了热量,所以反应放出热量,所以再加上能量。 而且我们上级学了,我记得不是上级,就是之前几集讲过,这种反应叫放热反应。 如果反应需要能量的话,比如说有A加B加能量升成C, 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? 好了,也就是说反应吸收能量,而反应吸收的能量就是含变,所以DH是正的,反应的含变是正的。 系统吸收了能量,这种反应就叫吸热反应。 反应吸了热吗? 现在如果我们想要知道,反应可不可以自己进行的话,或者反应是不是自发的,看起来用含变来判断,是个不错的方法。 很显然,如果反应释放热量,那么反应发生就不需要另外的能量,所以很可能这个反应是自发的。 同利可得,如果需要像系统中加入能量,我直觉觉得反应可能不是自发的,但是我又有点矛盾。 就是说,如果这些粒子运动速度非常快,它们的动能非常大,以至于可以让原子重排,可能这时反应就能自发进行了。 所以只有含的话,不能判断反应是否能自发进行,所以为了能直观判断,并且建立起来。 判断反应自发性的经验,我们来想想,影响反应自发进行的因素,我们已经知道了,ΔH可能有影响。 如果反应放出能量,也就是ΔH小于0,可能让人觉得反应可以自发进行。 那么ΔS呢?如果伤减小,反应会不会自发呢? 混乱度减小会影响吗? 我们用热力学第二定律讲过,反应可能不会自发进行。 就凭生活经验,我们也知道事无自己,不会闲着无趣,变成微观状态数少的状态。 鸡蛋不会自己排好队,蹦的,或者自己从地上跳起来。 虽然有一点发生的可能,所以伤好像是有一点影响的。 然后下一个是温度。 因为我在讲能量的时候已经讲过了,就是说,即使反应需要能量,但是如果温度足够高,那么就有可能发生原子重排。 然后得到能量变成产物。 那么我们想想看,来想想这些影响因素,然后想一想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,对反应有什么影响。 我们来讨论的影响因素,ΔH,貌似一定有影响。 ΔH表示反应是否吸热,然后是ΔS,也就是商变。 系统的状态数是多了,还是少了,系统更有序了,还是更混乱了。 然后是温度,也就是平均动能。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。 先来看看第一种情况,先看ΔH小于0的情况,先看ΔH小于0的情况,而且商值大于0。 我直觉告诉我,反应可能自发进行。 这个粒子中反应后,系统的商变大了,对ΔS大于0的一种理解是,微观状态数变多了,可能粒子数变多了。 我们已经说过了,商和粒子数有关,所以这个反应,比如说。 嗯,想让粒子数目变多,那么比如说有个这样的粒子,还有个这样的粒子,然后呢再来个粒子。 比如说它的粒子是这样的,比如说一个,好吧,我不能确定它是不是更稳定,但是比如说这些粒子相互碰撞,最后得到这个。 我想让这些粒子飞起来,可能其中一个这种粒子和这个粒子结合成件,所以一个深蓝色的粒子,我把深蓝色的都画出来,它和这个浅蓝色粒子结合,另一个深蓝色粒子和这个阳红色粒子结合,这个棕色的粒子掉下来,自己形成一个粒子,所以整个反应就从两个粒子变成了三个粒子,混乱度增加了,商也增加了。 悲观状态数明显增加了,而且我还告诉你,Δh小于0,所以反应后,这些分子,它们的电子势能减小了。 也就是它们的结构更稳定,所以如果这些电子从这里的高势能构型,变成更稳定的构型,它们就会释放能量,所以就有加上,然后我就得到了结果。 因为从一开始,我就说过,反应的商变小于0,所以是加上能量。 因此,很显然,这个反应在向右进行时,是自发的,因为没有理由。 首先两个分子相互有效碰撞,反应向右进行,比三个分子,你只要从概率的角度想想看,比这三个粒子有效碰撞,反应向左,容易很多。 而且这些分子更稳定,它们的电子的势能较低,所以从商变上看,它们没有理由向左反应,或者说在能量层面上有了向右反应的道理。 因此,我的感性认知是,无论温度高低,反应都会趋于向正向进行,所以我觉得这个反应很可能是自发的。 好了,如果下面要讲的可能有点抽象,那如果 ΔH是小于0,不过商减小了,这个看起来你懂的。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,系统和环境的总商变大,我刚讲的只是系统的,如果商减小,如果我从假如开始有两个粒子, 假如有这样一个粒子,再来一个这样的粒子,然后如果它们发生有效碰撞,它们的电子就会变成更稳定的构型。 假如反应之后形成这个分子,反应之后电子变成低势能的状态,所以反应后电子释放能量,所以这个是加上能量。 而且我们知道,因为这次的寒变小于0,这个状态的能量比那个状态低,多出来的能量在这里被释放了,那么这个反应能自发吗? 好了,看起来我们把温度考虑进来,在温度下会怎么样呢? 在低温下,这些分子的平均动能很低,它们的运动速率非常缓慢,它们游动得很慢很慢。 要记住,我们讨论自发性的时候,我拼成了sponteous,应该是sponteous,应该是另一个热力学术语,这个词有意思。 好了,是自发的,低温的时候,哦,乱了,讲拼错词之前讲的是,讨论自发性的时候,我只关心反应是否可以自己发生,我并不关心反应快不快,或者反应速率的大小。 这一点非常重要,你懂的,关键是反应能发生,我不在意是不是需要。 嗯,一百万年,我只想知道,反应到底会不会自发进行。 所以,如果温度很低,这些家伙移动得非常缓慢,几乎没有彼此碰撞,不过最终呢,还是会碰撞的。 一旦碰撞了,也只是慢慢飘过去,飘到一起的时候,它们就会改变自己的构型。 事物总是向势能低的方向变化。 我正在努力地让你们有个直观粗略的认知,不过因为反应会释放能量,所以产物的势能比较低。 它们相互接近的时候,电子就会重新排列,进而进入了这个低能态,然后它们就释放了能量。 一旦能量被释放掉了,又因为能量可能是以热量的形式,所以想让它转换回来,逆向反应,就没那么容易了。 所以,看起来是,如果温度很低,反应就会自发进行。 我写下来吧,温度低,反应自发进行。 那如果温度高会怎么样呢? 要记住,系统中不只有这两个分子,还有很多,你懂的,这里会有这个,这样的家伙。 然后,就也有了这样,然后这边还有更多更多的粒子,显然不只有一个粒子。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某个具体分子,那么这些宏观量就都没有意义。 这是我们讨论的是整个系统。 但是,如果系统的温度很高,会怎么样呢? 我们来举一个高温的例子。 突然间在这边,分子们超快速互相碰撞。 如果这个分子快速撞到这个分子,你可能把它想象成车祸。 或者说这本身就是撞车。 如果这两个分子都是独立的车,分子中的原子是车里装的东西。 如果两车相互碰撞,尽管原子们不想分开,有螺丝钉什么的,不让它们散架。 但是如果它们相撞的速度够快的话,所有的这些螺丝钉啊,胶水啊,还有焊接啊什么的,都不管用了。 原子们一定会散架的,所以高动能我表示出来。 所以如果动能非常大,直觉告诉我,反应的这边,这些分子就会相互撞散,然后生成这边的分子。 而这些分子,因为它们的动能也非常大,它们彼此运动的速度超级快,它们相撞的速度太快了。 以至于使电子构型更稳定的反作用力,或者说收缩的趋向,就可以忽略了。 就像是想象一下,你努力在跑过一辆车的时候,给它装个轮胎,装轮胎是你的任务,虽然有点好吧,这个比喻不太合适。 不过呢,我想你懂我的意思,也就是如果温度足够高,那么这些分子有效碰撞,并且相互吸附,形成更加稳定的电子构型的,完成整个放热反应的,概率就会变小。 所以我觉得如果温度足够高,我的意思是可以说这个温度还不够高,那么如果系统温度超高会怎样? 如果系统的温度超高,就有可能这个分子撞到那个分子,没有生成这个,而是那个蓝色原子被撞飞了,然后这个分子就跑到这里来了。 我应该把这个蓝色原子化成蓝色才对,如果动能足够大的话,它还可能把这个分子撞散成单个的原子。 由此可知,这个反应不是自发的,甚至可以说如果温度够高,它的逆反应很可能就是自发的。 如果温度足够高,这些分子就会反应,分子会相互碰撞,然后反应就会向这个方向进行,所以温度高向左进行,温度低向右进行。 下面呢,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些结合起来,然后呢,得到一个大概感觉,关于反应自发性的公式的形式,我们可以从函开始看。 我们已经知道了,看,如果这个小于0,现在呢,看来这个反应很可能是自发的。 现在呢,我想写出一个完整的表达式来,如果整个表达式的指小于0,就说明反应可以自发进行。 以致正的伤值,对反应自发性有利,我们在前面的例子中看到了,微观状态数变多,总是有利的。 DirtS大于0,有利于反应自发进行。 现在如果在反应自发进行,我想让表达式的值为负,对吗? 所以正的伤变应该让整个表达式变成更大的负数,所以我们应该减去伤变,对吗? 所以如果这是个负的,那么整个表达式的值就更负了,负就表示反应可以自发进行。 所以如果它是负的,反应放出热量,然后如果它是正的,混乱度增加,所以整个就是负的。 看起来不错嘛,那么如果DirtS小于0呢? 如果DirtS小于0这个式子也表明了负的伤变,降低了反应的自发性。 对吗?这个例子里,伤就是负的,反应的混乱度由高变低了,分子数减小了。 我们之前说过什么来着?如果温度很高,伤变的影响就很大。 如果温度高,低伤的状态下的分子相互碰撞,变成伤更高的状态。 如果温度很低,分子可能飘到一起,然后表达视力寒的部分,影响就会变大。 那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表示出来,所以温度高的时候伤变起较大作用,温度较低的时候伤变的作用不大。 那么用温度做伤变的比例因子怎么样?如果我这里加上个温度会怎么样?我觉得,或者我的直觉。 根据目前做过的实验得出的,如果表达视的值小于0,这个反应就是自发的。 下面呢,我们来看前后有没有矛盾。 如果温度较高的话,这个反应呢,在向右进行时是放热的,而且呢,反应向右进行时较多的分子反应,生成较小的分子。 我还说了,它是放热的,那么在低温下,我的直觉告诉我,这个反应应该是自发的吧? 这些分子飘到一起,然后生成了更稳定的分子,这都是说得通的。 在低温条件下,这项的影响就很小了,你可以想象个极端情况,在绝对零度时,这项就没了。 虽然达不到绝对零度,但是呢,可以无限接近哦。 然后呢,这项就有了决定性了,现在呢,在高温下,突然间这项变成了决定因素。 如果ΔS小于0,那么这一项就有了决定作用,而且呢,就变成正的了,对吗? 复复得正,我们ΔS是个复数,这里有个复号,所以这一项就是正的,这项是正的。 所以如果温度够高,别忘了,温度的单位是凯尔文,所以温度只能是正数。 如果这项正数够大,它就会抵消掉所有的复寒,这样反应就不会自发的了。 所以如果温度足够高,在这个方向上就不是自发的了。 这个方程说明了这一点,那么如果含是负的,商是正的,反应释放能量,所以这项是负的。 然后商增加了,系统的混乱度增加了,那么这项也是负的,这样整个式子必然是负的。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概念,就是如果这项是负的,这项是正的,商值增加,反应放热,那么反应就一定是自发进行的。 这个方程与此相符,到这一步,这个方程还是挺好用的。 你能想象这个公式不是我凭空捏造的,实际上它是判断反应自发性的方程,以后呢,我会更加严谨地给大家导入这个方程,可能会用到一些基本公式,关于商之类的。 这个方程的确是用来判断,反应自发性的。 我这集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方程可行的感性认知大概介绍一下,其实这个量叫做Dirt J,或者吉布斯自由能变,它就是判断,反应自发性的参数。 下集我还会用到这个公式很多次,再往后的几次视频,我会讲讲如何从基本热力学定律导出这个式子。 我们下集给我吧。 顺中文字幕购入 数字幕说明 此素 大家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